在美国新冠病例累计超900万 全美超过23万人死于新冠疫情之际 特朗普在近期的竞选集会上 是数次指控医生为了谋取暴力 虚报新冠死亡病例 那么对于美国疫情的发展 以及特朗普在竞选冲刺阶段的相关表现 您有怎样的评价呢 确实呢 近一时期我们会看到呢 美国国内的疫情呢 是经历着又一波的冲击 那么现在呢 这一次的这个疫情发展的态势 与以往不同 在美国国内呢 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阵中 而是呢美国多地 乃至是美国全境 都出现了疫情有所这个上升 同时呢情势更加严重的 这样的一种态势 所以对于美国联邦政府 对于特朗普本人来说 抗疫呢现在是难上加难 而此时呢 在这个大选的最后的阶段 在临门一脚的这个时候 疫情的这种上扬的态势呢 会对美国总统产生更多的压力 所以此时呢 他必须要采取政策 来尽可能地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